那么下午生午的时间呢 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扩展的这个知识点啊 今天下午呢 打算讲的东西呢 咱们先不抛出这个主题 咱先来问个问题啊 先问个问题 那问题是这样的啊 之前呢 咱在做这个命令讲解的时候 当时呢 讲到这个叫 不是boot命令是吧 还有一个下档 还有init0和6 还有什么呢 还有health这些命令是吧 那么这些命令呢 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发现一个 发现个特点 有个特点 就是如果说我切换到了一个非root用户 普通用户 我去reboot 有没有用 他告诉我什么 need to be root 必须以root身份去运行 让不让我们重启啊 不让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是test这个用户 那我非得要重启系统 我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想着关电源了啊 假设咱是个远程服务器 你关不了电源 怎么办 给权限 就是没有权限 就是没有root权限 怎么办 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啊 我们之前呢 像这个reboot shut down shutdown 还有呢 init 还有 slt health 还有哪些权限呢 比如说user管理啊 像用户add啊 当时我们还做了测试呢 说普通用户没有办法存在用户 是吧 有印象吗 用户管理用户主管理等等这些 是不是都操作不了啊 在普通用户身份上 都是操作不了的 那么但是有一些时候呢 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特殊的情况下 那又需要有执行权限 执行权限 我来跟大家说一件事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 以前呢 这个银行网点大家去过吧 网点去过吗 去过是吧 当你办有一些业务的时候呢 他需要找那个主管 找主管干嘛 按指纹 不是瞄一下 不是瞄一下 他在那个键盘边上有一个 有一个很小的 大概呢 大概差不多这么大吧 这么大 然后有个小子那个指纹识别器 要主管呢 看一下信息 然后呢 按下指纹 做一个授权 是吧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银行的东西也比较保密嘛 是吧 不是说任何人 你就都全做这件事了 所以呢 需要主管确认 那我们这一块的话 其实走到了这一步 其实感觉这个感觉差不多吧 普通用户想执行一个 上课不要发音音乐啊 这一看就是网音音乐啊 但是有的时候也确实需要去做这个操作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又不可能说知道入腿乎的账号和密码的 账号肯定知道 密码的话 如果你想执行权限 你就就得去问官里面 你密码多少完 告诉你吗 密码如果想告诉也好告诉 那要是银行的话 你总不能把这个主管的手指都剁下来 是吧 放边上吧 是吧 所以这个就不大现实了 那因此呢 这边的话 像这种情况咱们就很不方便 如果每一次问主管你的密码是多少 那这样的话 主管这个密码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这个权限可言呢 是不是 就人人都知道了 这样的话就不方便了 又不可能 不可能让这个root用户 把自己的密码告诉普通用户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就该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 所以现在的话 像我们这种情况呢 有同学提到 速度reput 来试一下 速度reput password for test 密码是123123 他怎么说呀 不能执行啊 不能执行 所以这个同学说的这个解决方案是对的 那么这个操作我们应该怎么做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这个扩展了啊 那么这个问题呢 是可以被解决的啊 该问题是可以被解决好的 可以用谁呢 可以使用速度 可以使用速度命令 那么速度命令呢 它的全称叫 su 裁判一下 do 对了 switch user do 也就是切换用户操作 切换用户操作 但是真正在做的时候呢 这个它跟切换用户呢 你说有关系吧 也有关系 说没有关系吧 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这么来记啊 switch user do 叫速度 可以使用速度命令 来进行 全线设置 那么速度这个命令呢 它跟这个全线设置有什么关系呢 速度的话啊 可以呢 可以 让管理员 也就是超级管理员 也是入策用户嘛 可以让入策用户 事先定义 某一些特殊命令 某些特殊命令 谁 可以 执行 谁可以去执行 他呢 就是为了我们做这件事 当管理员设置好之后 假设啊 我这个地方是test的 test不是不允许是boot 下档和init和health的操作吗 那我只需要通过 root用户 我作为一个超级管理员 我呢 让这个速度啊 给我记录一下一些规则 假设 我让他记一下 这个test的用户啊 他是可以去重启计算机的 行 测试好了之后 那么下一次呢 test的用户 他就拥有了重启计算机的能力 并且呢 不需要去问root账号 你的密码多少啊 不需要的 就是这么一个操作 所以他呢 能够解决我们上面需要的这个需求问题 他是可以解决的 记录这个命令 叫速度 这个功能呢 要想去用 必须要配置 默认情况下 这里面是没有特殊规则的 也就是除了root用户之外 其他用户 像这些命令 都是执行不了的 默认速度里面是没有允许规则 速度中啊 是没有 除了root之外 用户的规则 那么要想使用 则先配置速度 先配置他 那么配置他的话 就得改什么文件呢 配置一个东西 肯定要改他配置文件嘛 是吧 所以速度这个东西 你得知道他配置文件的啊 配置文件 他的配置文件 位于ETC下的速度 一亚S 叫速度 一亚S 速度是个命令 加一亚就是什么什么的人 加S表示复数 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啊 LS ETC下面呢 速度 这个命令 是有这个目录吧 但是说什么 You have mail in 因这个 因这个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权利查看这个文件 没有权查个文件 我们TETC用户嘛 是吧 但是要改的话 你得注意一件事 你得给他切换到超级管理员 啊 因为这个呢 是超级管理员要写的一些例外 那肯定得超级管理员去做啊 其他用户 没有这个权限 但是这个路径的话 咱们通过LS列了一下 的确是没有问题的啊 是有这么一个文件 嗯 行 打开这个文件看一下吧 VRM ATC 速度 Ease 啊 哎 止读 注意 止读 我是什么设备运行的呀 root 结果他告诉我root 居然是止读 那咱们配置文件可以被配置 那这东西 止读咋配置啊 对吧 这么一堆东西 结果告诉我止读 啊 就挺难看的了啊 止读 咱就不用改了 改不了啊 出来 哎 这个路径 起码说我们这个路径是没错的啊 的确是这个位置 这个呢 是他配置文件 所在的啊 位置 这个位置 记住啊 EDC 速度 ERF 这个文件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要想 要想 其他普通用户 能够具备 像刚才说的这些 不允许的面量 哎 那我们首先 去做这个配置文件啊 但是又发现 这个配置文件呢 哎 他居然只读 改不了 那改不了 那我们就想另外一半 我们虽然说 不能通过VRM 直接打开 但是呢 速度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打开的方式 不是加目录啊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打开方式 那这个方式呢 是比较固定的啊 第一个步骤 要知道的 配置 速度 速度 速度文件啊 请使用 使用这个命令 命令开始 VI速度 VI就是 VIM 就是编辑器的意思 但是这个命令 不是VIM提供的 是VI提供的 也不是VI提供的啊 你别把我带勾力去啊 也不是VI提供的 就是这个速度自带的 速度自带的啊 属于系统命令啊 速度自带的 那么通过这个命令 查看一下 VI 速度 自动补权啊 这时候发现 和刚才有什么不同 刚才是不是 蓝色呀 还是止毒啊 现在都白色了呀 有止毒吗 没有 再者再发现一下 看下面 之前是速度 ERS的那个文件名 现在变成了 点 TEMP这个文件名了啊 所以说明他改了 其实不是直接改了 这个文件啊 而是先去改这个 临时文件 那这个呢 就是他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 使用速度 VI速度这个命令之后 里面的编辑操作 和我们的 VI的操作 一致 按A 进入编辑模式 看到了吗 insert 然后退出 按斜杠可以查找 比如说 SSS 查找 他告诉我说 查不到这个表达式 所以这个地方呢 虽然我们用的不是 VIM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呢 他的里面的用法 和VIM 一模一样 这个可以放心啊 打开之后 其使用的一个方法 和VIM 一致 在VIM怎么用 我们这里面就怎么用 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配置文件 它的打开方式 不是直接打开的 而是通过 VI速度 来进行打开 打开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去 配置 普通 用户的这个 权限了 因为我们有的一些 二进制文件 普通用户执行不了 那这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 需要去添加例外了 那添加例外的时候呢 需要去找一个范例 这里面呢 他好在好在地方 就是他不像计划任务一样 说计划任务一打开 里面是个空的 什么都没有 这个好在好在什么地方呢 好在他有案例 有案例 那么就找一下 看哪个地方有案例 往下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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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翻 找一下 就这 就这 这个呢 他就给我们做了个例子 root o 等于 o o root 这个我们能看明白 后面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 不知道啥意思 是吧 都是所有啊 就是不知道啥意思 那我们能不能说 反正他写一个test all all all呢 可以是可以 但是太危险了啊 就相当于你已经把所有的权限 都给了test了 这太危险了 不能这么改啊 你要这么改的话 test的用户虽然是个普通用户 但他跟超级关联员一样 那就无敌了啊 到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个 root账号密码 给改了 root就废了 啊 对 那样的太危险了 所以呢 咱们可以选择一些东西 那么现在呢 我们在写柜的之前 先去介绍一下 这几个位置啊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地方 这个root 这里面这个root呢 它表示的是 用户名 也就是入到这个用户啊 然后其次这个root 其次这个root 后面这个root啊 第二个二 第二个的位置啊 这个二 这个二注意啊 大和写一致啊 这个二呢 紧接着这个二 表示允许登录的主机 表示允许登录的主机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以普通用户去执行这个权限 我得限制一下 你在哪个主机上做操作 如果你的这个主机不允许 或者说没有在我地方列出来 好 那么不允许你执行这个操作 即使你有这个权限的命令 也不让你执行 这就是限制主机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它其实就是一个地址的一个 白名单 地址的白名单 这个东西呢 可以去限制一下啊 操作这个人 他可以在什么地方去执行 就是主机 那么这个主机的话啊 就大部分情况下呢 我们都会默认设置为 就是我们命令给你 主要是看命令 主机的话无所谓 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家里执行 而家里拿IP也不固定 这个就不好说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 这个奥 我们一般会默认就给奥 就是表示允许登录的主机 然后等于号固定的 等于号是固定的 这个不用动啊 括号里面的奥 括号 奥 括号奥呢 表示 表示以谁的身份去执行 表示以谁的身份去执行 奥表示谁呢 奥表示 root 奥表示root 奥表示root 身份 奥表示root身份 然后第三个 这个 奥呢 这个位置 它表示我们当前这个用户可以执行的命令 表示当前用户可以执行的命令 咱之前这个reboot不是不能执行吗 是吧 那如果说你要把reboot搁这 搁这 它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命令呢 可能有多个 多个命令 可以使用 可以使用 英文斗号 分割 可以使用英文斗号分割 这个是它给我们这个失利的含义 给它失利的含义 root表示用户 然后奥表示允许登录的主机 奥表示全部 然后这个地方是 允许执行的身份 以谁的身份执行 奥表示以root用户执行 最后高 那是表示执行哪些命令 那默认呢 就是给它高 奥表示全部命令 但是这个呢 以后咱不这么干 你这么干太危险了 多个命令呢 可以使用 逗号分割 可以使用逗号分割 那这是它表达的含义 那么这一块呢 只是针对于用户 那能不能说 我给一个用户组加特殊呢 可以 如果是用户组 那么则可以呢 写成这种形式 百分号 组名 百分号组名 就是表示 我这个规则是设置给用户组的 但它下面有案例 往下翻一点 看到了吗 这个 百分号sys 其实指的就是 sys这个用户组 而不是指用户了 sys这个用户组 all 所有的组织 然后等于 networking 然后呢 software service storage 这一堆 那么后面的几个呢 就是它举的一些 可以执行的命令 但是这个地方 它并没有写 写 并没有写 写不写 都一样 写 写 也是表示入口用户 不写 也是入口用户 除非你在里边指定别的名字 如果不指定 它默认就是入口用户 啊 这个呢 就是用户组的一个写法 行 那么后面的话 这个文件里面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参考 你看后面它又举了几个例子 又是百分号 哦哦 哎 然后呢 no password no password no password 就是当你使用速度去执行的时候 不需要输入密码 但是这个不建议大家去设置 不建议设置 太危险了啊 所以这一项刚才咱们没有提 咱也不要去记它啊 看到它认识就行了 不要用啊 行 那么规则的话就基本上已经介绍到这了啊 这个规则 每个部分什么意思啊 行 那么接下来的话 来做一个案例 案例 那么本身呢 past用户 哎 它是不能 咱不做重启啊 不做重启 做重启 大概要重启这个服务器 太麻烦了 哎 不能添加用户 哎 那么呢 要求啊 使用速度的配置 速度配置 那将其设置为可以添加用户 哎 然后呢 并且可以修改密码 但是 咱先不加但是 后面的话来做完善啊 或者加上也行 但是啊 注意不能修改谁 不能修改入他用户密码啊 这个肯定的 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test的普通用户 你能改入的用户密码吗 不能啊 那么目前的话 默认情况下 默认情况下 test的用户只能修改自己密码 只能修改自己密码啊 那么现在这个配置先不动 我们先出去验证一下 看他有没有这两个权限 然后呢 我来试一下 user add 随便写吧 有没有 没有 没有是吧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个 另外一个 能不能改自己密码 能不能 123456 我改一个啊 这是收入当前密码 没输入啊 123123 123456 123456 过不简单啊 不让你用 那想搞个复杂一点的吧 可以吧 但是他能改入的用户吗 能不能改 不能改是吧 那我们再试一个 能不能改 164123的 这是不能 对吧 行 那现在我们的要求就是 让他能够添加用户 并且还能修改用户的密码 但是root不能改 合理吧 合理啊 就是相当于现在这个用户呢 三分级别提高了 之前他不能做的事 现在能做了 但是唯一有一件事不能做 就是不能改入的密码 啊 至少不能做 行 那么这个根据这个案例要求啊 接下来我们来给这个 test的用户设置一个速度规则 打开 终端 切换成超级管理员 否则规则我们改不了啊 然后 vi 速度 vi速度 不要加空格啊 没有空格 直接按回车 然后快速的搜索 我们刚才的root 这个地方啊 行 然后呢 我们就仿造这个规则在下面另起一行 当然你写其他地方也可以 不过呢 我建议大家遵循物以类聚的这么一个思想啊 像个东西放在一起 到时候找的是好找 那这块呢 我们呢 并没有要求说是设置这个用户 还是设置用户组 那我们这边就仿造他的形式 设置个用户吧 用户名叫 test 是吧 然后 所有主机默认是all 那如果说你只要他在本地修改 那可以亚海localhost的 但是这个就不要太局限性了啊 咱给他个二就可以了 然后以谁的三分运行 肯定管理员呢 TES他本身就没有权限执行 所以应该以管理员 管理员你要么不写 要么写个二 要么写个二 写个二 写完之后呢 到这了啊 接下来我们就得确定他有哪一些权限了 那么这个地方要求是怎么权限的 一个是 添加户权限是吧 添加户权限 那以前的话我们在外面写什么写个user add呀 那这个地方注意 我不建议大家再去写这个 直接写命令了 不建议大家去直接写命令了啊 这个地方呢 在写速度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一个细节问题啊 注意 在写 速度规则的时候 不建议写直接形式的命令 不建议写直接形式命令啊 而是 而是写命令的完整路径 写命令的完整路径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怎么查看命令的完整路径 哎 对了 那么路径呢 可以使用 wh wh ic 为写是吧 哎 使用这个命令 哎 来查看 语法很简单 语法就是 警号开始 wh ic 为写 加上指令 加上指令名称就OK了 哎 这个就是查看方式啊 那么这个地方按照要求的话 我们应该有两个指令 一个呢是 一个是 user ad 是吧 啊 那因为我们这块已经在编辑了 咱们就不建议退出来了 那要么呢 我们通过 通过在vim里面去交往外部命令 对吧 要么就是你新开一个终端 两个任选 其一 想要哪一个 好 感叹号吧 啊 感叹号 冒号 碳号 要执行 which 谁啊 user ad 是吧 告诉我们了 在这吧 对不对 哎 user spin user ad 哎 就是他啊 命令路径出来了 那么出来之后呢 把这个路径给他复制一下 把这个路径给他复制一下啊 复制 复制好之后呢 按z一键继续 是不是又回来了呀 哎 再进入编辑模式 三块是不是就行了呀 怎么 怎么复制 不是 这个是终端 终端的话 我们直接选中就复制了 选中就复制了 右键粘贴 直接选中就复制 右键粘贴了 右键 嗯 行 那么这是复制好了 那这是第一个命令 我们这里面除了要user add 还有什么 是不是还要password的呀 哎 所以呢 这个不要忘了啊 还要修改密码 这个命令 叫password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啊 咱来看第二个 依旧 探号 whish whish password 走 userbin下面的 password 按认定继续 好了 那么现在已经有了个命令了 那么再注入个命令的时候 是不是要加一个 逗号分割呀 啊 再加个逗号分割 给它 沾进来 哎 行了吧 好了 可以好了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来推出了啊 这个地方呢 我给你写个注释吧 写个注释 嗯 要求test这个用户啊 它是可以在任何主机上 哎 以root身份来进行添加用户 添加用户 哎 和设置 密码操作 但是 啊 密码操作 但是不能修改怎样 不能修改 root密码啊 修改 root 用户密码 这就是我们的要求 嗯 行 那么初步的话 前面这个操作应该是可以了 至于后面 它能不能改入的密码 这个呢 咱们不知道 咱先试一下啊 咱先试一下 嗯 好 先这么写啊 先这么写 可以了 把它拿过来 行 然后呢 这地方就可以 啊 有个图没解啊 叫 whish 然后是 判wd啊 这个图没解 把它解一下 行 两个指令看到了 看好之后给它设计一下 那么设计好之后呢 这地方我们就可以保证退出了啊 X 退出来了 那么退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就要去验证了 验证谁呢 验证这个test用户 他有没有添加用户的权限了 那么一开始执行是不是没有啊 嗯 行 那么再回头 s u test 然后呢 来执行 user add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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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 去执行这个叫 aop吧 让加吗 不让加 注意 我们现在只是以 test用户去执行这个身份的 执行这个命令的 那么 刚才有个图片发了啊 应该是速度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是吧 那么所以在后面用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注意一下 在 添加好 对应的这个规则之后 就可以切换用户了 啊 切换用户了 切换到谁呢 哎 切换到普通用户 test 我这方test啊 切换上test之后呢 我们再去执行 再去执行 那么会报这个错 会报这个错 那么报这个错呢 是对的 报这个错是对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以 test咱们去执行这个权限 执行这个命令的 肯定会提示权不够啊 哎 这个时候呢 此时要想使用 刚才的规则 也就是让这个规则 能够赋予我们 test用户对的权限 那么则 以 以下的命令进行 怎么进行 警号开始 速度 空格 需要执行的 指令 速度 空格 需要执行的指令 啊 用这种方式去执行 来 那我们这块应该怎么写 速度 user add 要加个用户 alp 对吧 现在干嘛 password for for谁 test password for test 也就是说我现在呢 要想执行这个命令 我得先授权 但是这个注意授权 我们刚才说银行的这个业务员呢 他是要主管授权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不需要去问入代物密码了 他说要谁的密码呀 test 要test的密码 那不就是当地用户吗 当地用户我自己的密码我肯定知道呀 对不对 成本成功 成本成功以这为准 以 password文件里面为准 是不是啊 好 pil tel 然后-e pass etc etc 下面的 有没有 有了吧 lop这个用户嘛 是不是成功了 但这个时候要管理员密码了吗 没有 没有 所以以后就不用管理员密码了 然后关于这个密码要说一句的是 这个密码由于我们刚才已经输入过了 五分钟之内不用再输了 你现在再去创这个用户不用输密码 比如说all pp 过了五分钟之后他会再让你输密码的 就是从这个一定程度上能够方便我们啊 那么可以查一下他这个用户 all pp 有吧 有啊 ok 行那执行之后呢 就是这个效果 这地方呢 并不是设置密码 而是确认密码 是让你确认一下你当前Test用户的密码在这个地方进行输入 输入好之后知道你密码对了 那么你这个指令 虽然你没有权限 但是呢 你就可以走了啊 行 这是这个地方操作啊 需要注意这个密码的问题啊 在输入输入输入指令之后啊 需要呢 输入我们当前的用户密码来进行一个确认的操作 那么这个密码呢 是当前用户 不是Root用户 这个一定搞清楚啊 不是Root用户 密码 不是Root用户密码 哎 然后呢 输入之后啊 在接下来五分钟内再执行 再执行速度指令 哎 不需要密码啊 不要密码啊 不要密码确认 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哎 不需要密码啊 嗯 像这是前面这个指令 我们测试是没有问题的吧 U在DD啊 是吧 哎 那如果说我去执行一个 我没有测试的呢 比如说速度 user MOD 然后呢 我要给他把这个用户组啊 从502 改成503 改哪个用户呢 改 AOP 能执行吗 对吧 按照我们预想的效果 因为MOD这个命令 我没有加到规则里面去 所以他告诉我怎么样 没有权限制行 对不对 嗯 行 那么第一个命令 第一个命令 U在DD咱试过了 那再来试一下第二个命令 第二个命令 修改密码 看好不好 看好不好实啊 PASWD 我们先改谁呢 先改这个 AOP 看好不好用 没加速度是吧 哎 我们先搬加看看 是不行啊 好 速度 好不好实 好实了吧 哎 123 456 123 456 成功 AOP能不能改 AOP能改 这个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但是我们括号里面有一句话 速能改root密码 哎 来试一下 看能不能改root密码 速度 root 哎 速度少了东西啊 少了一个 能不能改 我就问你能不能改 能改是吧 好 行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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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字秒不匹配 嗯 那我们说个复杂一点了啊 成不成功 成功了 好 问题来不来了 怎么办 哎 这个问题怎么办啊 这个root用户哎 好心好意 把这个修改密码的权限给了test 结果test 反过来就是一下啊 把这个密码改了 哦 哎 那这个问题咱就想着啊 怎么就解决了啊 速度前不用啊 刀了是一个身份识别符啊 不是表示这个超级管理员嘛 刀了是那个那个谁 刀了是那个谁 普通用户啊 警号是超级管理员 嗯 这个问题呢 咱们怎么去解决呢 说明我们上面这个规则设计的肯定不对 他要对的话 应该改不了路通用密码的 哎 那这个问题我们再切回去啊 再切回到超级管理员 完了 超级管理员需要密码了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输以前的密码了啊 输以前的密码就不对了啊 你输新密码了 行 现在呢 我再把这个超级管理员的密码 我手动给他改回来啊 改回成我原先的 好了 改回来了啊 行 我们再去设置一下那个叫速度的规则 这个规则应该还是有问题的 还是有问题的啊 这块 那么这块呢 如果说你不想让它 执行修改 root用户的密码 那我们需要去加点料 需要去加点料 咱们去加 这个加法的话 加探号 加一个探号 表示不允许它执行这个命令 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想让它执行这个命令啊 我们不想让它执行什么啊 我们是不是不想让它执行 password root啊 这么加就行吗 就是除了你执行password root 其他你随便执行 就是这个命令不行 这么来就改一下啊 如果你不改的话 那肯定不行 如果它用密码造改服务 那必须要做个调整 哎 哎 对对对对对 不想改一次后面加个一次啊 不想让它改谁后面加谁 因为我们本身执行的时候 不就执行到password root吗 由于呢 这个password它在这个环境闭量里面 所以呢 前面这个完整路径可以不用输 所以我们最后呢 在命令行里面 输的其实就是password root 那现在我就不让它执行这个password root 其他的随便都执行 有关系的啊 这么改一下 加什么呀 多加几个用户 多加几个用户 你把这个再抄一遍 把这个再抄一遍 然后把入它改成理次 改成网五 再抄一遍 因为例外用户毕竟少 如果例外用户很多的话 你就不用给它这个权限了 给它干嘛呀 那么最后呢 需要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此处呢 按照我们的案例的要求 我们不需要给 不是不需要 是不能让Test用户去修改 修改入它密码 因此规则还需调整 不然其是可以修改root密码 那么规则最后调整的话 就这么来调 在前面加号 在后面加个root 调整好了之后呢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退出了 退出 退出 然后我再去使用Test用户 再来试一下 现在是Test用户吧 我去Sudo PastWD root上 走 有选项吗 没选项的 但是我再去改那个AOPP 加什么 后面还得加一个那个啥 现在我们只是设置了一个不允许 不允许改root 也没说不允许改其他的 是不是 我这个问题出来了 切换一下 SU VI 速度 VI速度 找一下 那个叫做 PastWD 也就是这个位置 在后面再加个位置 USR 并下面的 PastWD PastWD 没错 扩号改成Test 扩号如果你改成Test 这行加根不加没什么区别 这行加根不加没什么区别 先试一下 Cast 然后 PastWD 那个忘了加了 速度 PastWD 然后呢 Root 是吧 5分钟过了 5分钟已经过了 但是他的密码 可以改了 不对 密码说错了 可以改了 等会儿啊 咱先清一下 先清一下 哎 这什么鬼啊 出问题了啊 192.168.21.136 366 嗯 呃 后面的话应该是 VI 速度 啊 速度 找一下 PFWD 呃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 放前面应该不对 其实这个地方后面应该是不用的啊 后面应该是不用的 passwdroot 前面加个碳号 这个指令我去找一下 你看吧 没写错啊 这里面有啊 你看吧 碳号 USR并passwd 后面又跟了一个 对 又跟了一个 中间这个是郑哲贝拉社啊 郑哲贝拉社 语法应该是没错的啊 语法应该是没错的 他的地方也有这个命令吗 谈拒绝允许 先拒绝 先拒绝全部 然后再允许修改部分 再拒绝 root 这个规则有点复杂了啊 先拒绝全部 全部都不允许你改密码 然后呢 再允许一部分去改密码 最后呢 再排除掉 root用 A到Z是表示匹配任意大小姐字母 匹配任意大小姐字母 心呢 是任意字符 可以啊 那么试下他的这个命令啊 如果可以的话 那咱这个看上去想的有点简单了 把它加过来 这么长长命令就不需要用去记了啊 对出来 SU Test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输入 PSWD 来个 root 密码 密码肯定要输的啊 不行 是吧 再去 AOPP 可不可以了 可以了吧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啊 所以这个规则有点长啊 这个规则有点长 对 先 拒绝全部 再允许 部分 最后再排除掉 root 这个感觉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之前那个防火墙一样啊 但是用起来很好啊 但是用起来很好啊 这东西啊 多好用啊 后来加上 后来加不允许root 又加了排除 嗯 这个规则有点复杂啊 看一下就行了啊 如果能搞得明白 那最好搞不明白呢 这地方呢 你大概呢 跟着这个前面这个 待会我写下注释 跟着注释来啊 啊 这边 啊 这没拿出来啊 啊 相关的命令呢 我拿过来 来 这边是禁止修改 禁止修改root密码的配置 啊 禁止修改root密码的配置 把前面的渠道去 把前面的渠道是啥 为什么耗权把他去了呢 速度 pwd 不能改是吧 fp 可以改 所以去到也行 先允许全部再拒绝 也就是 对我们那个顺序 调一下就行了啊 把我们顺序调一下就行了 这么些就行了啊 行 这个地方的话可以去掉啊 可以去 至于这个振折 能不能去掉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可能 那就没有 你应该随着就这样了 行了 那么反正这种形式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值上 去加一些更多的命令 比如说 他没有这个关机重启命令啊 是吧 那么也可以去给他对应的权限 给他对应的权限 那么在这里面呢 呃 我们现在是相当于用了两个东西 一个呢 是使用的位置命令 来去查看一下 他的一个文章路径 叫位置 加上对应的指令名称 第二个呢 就是速度 加需要执行的指令 那么除了这两个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能给大家提一下的啊 最后一个啊 就是说 在这个普通用户下 在普通用户下啊 怎么查看自己具有哪一些特殊权限呢 因为这个速度规则文件的话 只有管里面能看到吗 我TEST用能看到这个 能看到这里面内容吗 是看不到的啊 那么看不到的话 我就不知道这里面有哪些规则 那么现在的话 我切换一下TEST 我怎么样知道我有哪些特殊权限 哎 我可以使用另外一个命令 叫速度-l 速度-l 你看这地方列出来了 用户TEST 可以在该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该主机 所有的主机都可以登录 然后第一个命令 哎 这又是第二个命令 又是所有主机 第三个命令 所有主机 哎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啊 他呢 有哪一些特殊权限了 哎 然后呢 在执行的时候呢 使用速度就可以 那答案呢 就是 警号 速度-l 那就可以查看了 那如果说你没有配置这个速度规则 没有给普通人配置这个速度规则 那么速度-l呢 其实你看不到任何东西了 这地方呢 就会有提示 下面是空的啊 没有对那命令 速度-l 啊 最后 速度 不是任何 Linux分支都有的命令 不是任何分支都有啊 那么常见的话 像那个 Sent O-S 哎 与 U U Ubuntu B UBU UBU NPU 是吧 哎 常见的SentOS和Ubuntu呢 都存在 速度命令啊 都存在 速度命令 啊 所以这两大分支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去用 那至于其他的分支的话 到时候你想用这个命令呢 你还得先去这个对应的 对应的这个分支 网站上 或者说对那社区啊 或者手册 你们查一下 先看看他知不支持 那如果不支持 那你就不要用了 支持呢 再去用这个操作啊 这个呢 就是速度指令 那后面的话 大家呢 可以去 花点时间啊 后面的话 那么留个作业啊 这个作业的话 就是大家可以去花点时间 给这个 普通用户 去设置一个 关机命令 关机命令 执行的一个权限 或者重启 也可以啊